星期六第十八场,这场英超的班尼玛夫主场对曼联作客 我会选择这场玩法是买让球主对胜的班尼玛夫受阳评判 选择这个受阳评判,主要是看不输或不败 为什么这么说呢?我可以看看班尼玛夫今季的成绩 在英超来说,排名仍比曼联为高 同时,他五场主场赛事未输过,三胜二和零负 最主要是他主场相当硬正,如果大家有看英超 都知道班尼玛夫的阵子不是我们以前认识的阵子 所以我认识他的失球数字也是相当少的 一阵波目前来说是一个比较锐利的状态 看回各项赛事,最近大家都可以看到 除了季初开球场,不知为何输了比班尼0-4之外 基本上他都是赢得球的 大家可以看回来 而且他的对手也不算是很差的球队 相反来看回他的对手曼联 曼联来说,今季就很飘忽了 可以这么说,根本不是以前的曼联 除了阶路士的阶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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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比较早的阶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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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阶 自然这场球赢班尼茅夫有一个主场的形势 我认为寿让,就算这场球赢了你也不奇怪 何况寿让,有一个高水的评判 我觉得选择让球主对性应该是可以的